我瞄到他手上戴著另外一隻小年 這隻RM目前的試駕大概在950左右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沒有一個男生沒車駒過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就是騎摩托車去夜遊 那也是一種車駒 今天不管開什麼車 國產車雙B 保持結 甚至超跑 我覺得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玩法 今天我在這裡要跟我的好朋友 文哥一起去車駒 一般人家約我去 我也不大去的 為什麼 因為我開很慢 我曾經跟文哥聚過第二次 他們到那個地方以後 喝了兩杯咖啡 我還沒來 今天就是要帶大家體驗一下 車駒的行程 屬於男人的行程 超棒 你看蘇菲今天有沒有特別不一樣 怎麼樣 青春少女 本來就青春好不好 我有赤子的心好不好 大省 沒有啦 開玩笑的 你是美女啊 你告訴大家為什麼我不太車駒的原因 太太嗎 被嫌棄 她永遠都是最後一台 而且她去哪一定要有冷氣 所以她沒有辦法做這種戶外活動 今天應該是開大扭之後第一次 對 好 我們要出發啦 今天我們的行程是這樣 因為我是來體驗一下車聚 大家比較常去什麼地方 那我們第一站是東木河茶莊 它在平林 然後它是一個大家會聚會 然後吃飯的地方 第二站呢 是茶客 色鬼茶客 不是 就是那個龐阿萊的重機YouTuber 查克歐巴 她要帶我們去一個私房景點 聽說有很厲害的女店員 她有可能是車友都知道景點的 喔 這是我不知道 但絕對是私房妹子 喔 對 私房妹子 今天我們車居的陣容 都也是我們的朋友 有一台法拉利458 文哥的GT3 RS 麥拉倫的570S 還有兩台小牛 加了這台大牛 今天的領頭羊是一台T達 對 它在法拉利前面 對 阿潤的T達 這輩子真的是了無遺憾 很可憐的蘇菲在前面那一台車 我旁邊坐著小夫 現在來到第一站 東木河茶莊 這是一個百年老店 玩車的幾乎都會來這個地方 它東西好吃啦 而且便宜 就是經濟實惠 然後CP值很高啦 它的滷肉飯加蛋 媲美米其林喔 真的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們以前騎重車來 只要吃那個啊 吃完出去每一個都聰明 他們就是從第一代 第二代 現在第三代在經營 那我們現在這邊就簡單用餐一下 你看我們家庭組合 有沒有 女生一桌 好 大家都科技的 朋友在滑手機 然後男生一桌 男生比較熱絡 那我現在請文哥來介紹他的愛車 911 GT3 RS 戰鬥神車 大家好 其實也沒什麼好介紹 因為這個車就只有牆而已 它後來設計有後輪轉向 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會踩油門跟會握方向盤 都可以開得很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選這個車的 的原因 因為我 不太會開車嘛 所以就選裝備強一點 不太會開車 他開這個戰鬥神車 然後他有時候一邊開 他老婆在旁邊 不然就喜歡在車上吃東西 那你油門踩下去的時候 豆腐就噴進去 是不會啦 吃東西我倒是不會故意踩油門 磨口紅才會 哈哈哈哈 沒有 嘲 嘲 嘲 女生自然就是 對啦 我覺得自然就是美 如果她漂亮也不會娶她們 對啦 因為 對 喔喔喔喔喔喔 剪掉 剪掉 這是你貼模的是不是 對 車子我基本上都會貼模 對 但是如果你要問我 為什麼會選這個顏色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我每次只要睡覺起來 車子就變顏色 因為我弟在做包摩 西門縫底鎖 對 MTR 對 他的店就是MTR 這個顏色是因為台灣 幾乎沒有 沒有人選這種感染力 寶石姐是不是叫青蛙 那這台車是不是 類似 量產車的蛙王 GD3 RS 蛙王 哇 它就是這個顏色啊 講的就是這種品味 這種顏色是路面上 幾乎沒有人會貼的 看到都知道我出來的 對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台灣改車界 很有名很有名的 極致排氣管 老闆 阿聖聖哥 哈囉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愛車 這個車 這個車是570 然後改那個600LT的那個套件 因為買不起600LT 只能這樣子 我覺得 就算你是570S 你也比600LT燒 為什麼 你怎麼會選這個車色 第一個 剛剛市場上沒有這個顏色啦 對 第二個就是 因為那個 嫂子大人嘛 伴娘啦 伴娘 伴娘 這個是他贊助我的 聽說 對 他贊助我的 他說貼的顏色 我是有皮 他說那我賺錢 我賺錢 哈哈 可是不得不說 很亮眼 這不一樣嘛 那我介紹我另外一位好朋友 鍾米 對 介紹一下你的愛車 這個就458 就是最經典的 RD8 自然進氣 他當初會買就是 每個男人夢獎 就是買一台紅色法拉利 而且 他是熱血份子 他有下去學飄移 甩尾 然後 專門去上課 然後又有去力寶跑 所以他等下北移會直接甩我的 不要在安全的地方 不好說 那我們跟大家介紹 我另外一位好朋友 發豆 發豆 沒有聽錯 對 謝謝 謝謝 那給大家介紹一下 你的愛車 因為你的黃色小牛 然後再配上這個拉線條 我覺得很特別 好看 就想說讓它 看起來與眾不同一點 你這車也改了不少的地方 對啊 對啊 基本上碳纖維的部件都已經上去 能上都全上 對 能上都已經 就是前下巴嘛 前下巴的側裙 側裙 後寶桿 我的好朋友 紅豆 對 今天剛認識的好朋友 但是 玩車其實 男生跟男生交朋友 其實就是 很快 介紹 他的小牛之前呢 我瞄到他手上戴著 另外一隻小牛 而且還是有搭配的 對 還是有搭配 是這個LOGO吧 是這個LOGO 對 像被林姐沒有被靠 對啊 對 我也覺得感覺蠻怪的 這個顏色是你去貼的嗎 我去貼的 因為我們喜歡 灰色 兩台都是小牛 但是你的錢保管造型 是你們選擇不同的套件 對 因為我覺得 有這種牙齒的感覺 會比較 從前面看會比較兇 它有兩個耳朵嘛 對對對 欸 對齁 對 它的耳朵 真的跟原廠的小牛 比就有差別 經過不同的改裝 不同的點綴以後 這兩台小牛 呈現出來的特色 真是完全不一樣 這隻RM也介紹一下 1103Ti 對啊 這隻RM目前的市價 大概在 我買是95 950左右 現在請知名重機YouTuber 謝謝超哥 謝謝超哥 拉克歐巴 謝謝超哥 謝謝超哥 對 我剛好跟他握手 他又不是萊姆 對 他也是我們超派團隊裡面的攝影師 平常工作也很認真 那他最喜歡就是騎重機 這個景點是他介紹給我們私房景點 今天終於知道他為什麼喜歡騎重機了 對 為什麼 你介紹一下這間店 其實當我一開始知道超哥想要做這個車聚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個點我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順便你介紹給超哥 對 因為我知道超哥最愛什麼 大家知道吧 最愛氛圍 喔 沒有啦 最愛美女啦 大家男生都愛美女啦 對不對 他講氛圍 對 那為什麼會想要來這邊呢 主要就是他們這邊所有的店員 都有一定水準的顏值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挑過 但是我覺得都有一定的程度 不然我們直接問他就知道了 好啊 直接問他 那不然我去搭三一個來 好啊 你去搭三一個 四下 我哥認識好不好 對啊 這個大哥平常這麼照顧我們 對不對 乾抹的福利當然要抹 乾抹的啊 腿氣辣還要叫我去 對 我們去掉價 那個我們來就好了 你出發出發 我快把他帶回來 盡快 太陽快下山了 好 現在介紹為什麼 查克會帶我們來 這間店的原因之一 謝謝 你好你好 我叫曹哥 你叫 我叫九令 九令 這手一定要握久一點 聽說他是最近爆紅的 朋友跟我講 就是好像有被拍照 就是因為三張照片 我那時候是沒有穿圍裙 沒有穿圍裙 對啊 沒有穿圍裙 圍裙擋住你的好身材 因為我這樣一直看 有啦 側邊看看得出來 正面看其實就看不出來 你們店裡面什麼時候發明這個 乾死圍裙 我是主要 我那時候是剛好就是要翻一些東西 要穿圍裙不方便 喔 了解 平常我們都是有穿圍裙 那我算東西嗎 因為我們其實是想要推廣平林的茶 因為它的味道很好 然後有包種跟蜜香 當然是還有環境 像我們旁邊就可以看到茶園 然後是一個半戶外的空間 但是最主要還是想讓大家 可以享受這個當下 這個moment 這個是我們想要推廣的一個 算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下次我們還是來一起共同推廣 平林的茶葉 深入推廣 謝謝 我們可以做一日約會 然後我們 我是很認真的 一日採茶之類的 總之就是 如果走平林這個方向的話 北宜這個方向的話 不妨你可以停下來 休息一下吃個餐點 然後讓這段旅程更悠閒 順便來看看可愛美麗 身材又好的Jolin 謝謝 今天就是我們一天的行程 車聚除了男生跟男生之間的交流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帶家人一起來 那享受一個踏青跟戶外的行程 那我們介紹的這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環境不錯 那也可以享用美味的餐點 重點是讓你得到很多屬於你自己的時間